開完房間後 那個男士是向Yumi說 要簽單 他說我要在這張單 一定要加入下一天的冷靜期 歡迎收看港男講禮 Hello 上次地產經紀簽床單都很受歡迎 很多人聯絡我們 我們今次有很多人反映、迴響 其中一個就是保險界 今次這個保險界 他就文字給我們 我們也演繹了 這件事我們簡單講一講 就是一個女性的保險經紀 她在職場上遇上一個客人 有些特別的 我們給一點點前設 因為其實我們只有一個先 前設就是她召喚客 召喚即是去找一些生客 而為什麼會做召喚客 一來不夠客人 二來就給上司召喚 那她形容 這個女職員形容 她給女上司召喚到怎樣 召喚到她懷疑人生 她不可以 今個月不可以再撕不到召喚 要不然她沒有顏面去 再上班了 所以她的前設就是她很需要簽單 開單 簽到單 沒錯 加上召喚 所以就有以下的情節出現 我計算過了 在計算中 大概以你現在每個月的收入 3000元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好的 翻譯 所以如果沒有太大的問題 其實在這邊 簽名就可以了 Toto要付多少錢 那現在就是計算每個月3000元就可以了 那有事起來我賠多少 但是我們這一份是儲蓄來的 就不是 你在這張單會抽多少用 我以為我們不能說的 我告訴你 我想要多些 我想要多些東西 你想要多些保額再大一點 那可能我要回去再做一個新的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東西 你真的不明白 我只是想要一些 是男人也想要的東西 好吧 好吧 明白的 如果陳先生沒有任何問題 其實在這裡簽個名就可以了 報單兩個星期左右就申請罵 大家看完就好像很開心 Hanky 先生那天是被人罵的 怎麼又沒有罵你呀 我很想播出一些做事 就是你 off camera 的時候 就罵我那一刻 大家剛才看裡面 在這件事上 我自己無論是我親身去演繹 就好像 彷彿就代替了Yumi 那我也覺得 其實 那一刻那個掙扎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夠 我不知道自己演得好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那種掙扎 但是 前一次就是 沒有數 被人出數很無奈 面對著這個人的要求 而那張單 都不是說多少錢的問題 純粹要開張單 真的很大壓力 竟然 就決定了 那一刻深呼吸 就推 好啦你簽名了 就答應了 沒錯 所以為什麼 女事主叫Yumi Yumi 所以為何阿米那麼生氣 就是他墮進去之後 哇 原來世界上有些減的人 減的事 很無賴 我會覺得 但無賴的事 剛才的情節都還沒完 剛才大家就看到 我只是想簽張帽單 你簽就簽不簽就算了 你根本全程都沒有聽過我說 但都算了 你後來還要問我有些什麼 你想要多一點 給我多一點 你什麼 我啊 這個人 不是這個人 然後你跟我說你想要多一點 男人要的東西 我第一時間要 哦 你想要那些男性 女性有苦科的秘密 淺烈腺保險 哦 你是不是有那些 男性生氣的保險 哦 你是不是怕有淺烈腺癌 我幫他再幫你做一個詳細 關於男性的醫療危機補 你想到那麼多東西 我真的想到是這樣的 所以我是忍不住想笑的 但我後來知道 原來他不是想要男性的那些保護 是想要男性的 你根本就是色彩 是的 沒錯 就是色彩 人渣 而我收到這個 你看他是罵我的 人渣 我收到Yumi他形容 這個男人很明顯 就不是第一天的 為什麼 因為後續來了 我們有請Hankin先生說後面 是的 剛才大家看到的就是 答應了 簽了張單 其實後續就是 他們去進行開房 沒錯 開房後 那個男士 是向Yumi說 要簽單 是嗎 他說我要在這張單 一定要加入這個條款 就是有21天冷靜期 所以 大家明不明白 明不明白這個暗示是什麼 就是他逼那個女子 就是他逼你有 Yumi 跟他進行完這個交易之後 他竟然要 extra 在這張單上加21天冷靜期 而這個21天冷靜期 就是什麼 我簽完這張單 我可以在21天內 我反口 而令到這張單不成效 當然這個男人最後不是想反口那麼簡單 而是他最後有完成了一張單 我告訴大家 但是在這21天裡面 他再多叫Yumi 他出來兩至三次 他是吃過番尋味 是啊 不是真的很生氣 所以他那天真的很生氣 然後罵我 找我發事 不是 陳先生 這位是陳先生 陳先生就是這樣 所以陳先生就足足吃了他三至四次 我真的覺得很難接受 就是一件事 其實做人要多無賴 多人殺 多下流 你才可以這樣 怎樣去要求這些東西 而我另一種生氣 我都很生氣 就是Yumi打算一次洩給你 就開這張單 很坦白 我不會判斷 為什麼他真的要下這個決定 他可以不要這個客人這樣吃 我不知道Yumi究竟 背景 家裡的環境究竟是怎樣 總之他要開這張單 他就OK了 但是問題是你要脅我 你要脅我的21天 我不承擔 但是你還敢 打你叫我多出來兩三次 去提供這個滿足給你 你人不人詐 你下不下流 我當然同意 因為這個是大家承諾以外再加下去 你根本就是欺負我欺負到上心喉 說明刀明槍買賣 我還算了 Yumi他願意我都沒什麼好說 但是現在他這樣 一把回馬槍就真是卑鄙了 而且過份的事情難聽你說的 如果這樣斷設計 都不是這個數 對呀 因為他虧在什麼 我洗腿濕了一次頭 我沒理由真的讓你解禁張單 為了不解禁張單 他要多虧三次 唉 Yumi真是 好了 這個男士說完了 我們又說回Yumi 女士 Yumi自從那次之後 他告訴我 也有改變 改變就是 他接受了這樣的一個習慣 他之後也有跟其他男的客人 去出街逛街看電影吃飯 我有點心痛 我猜他背後也有說不通解不通 或者不想告訴大家的因由 我就覺得 不容易走這條路 觀眾留言可以是很簡單 你傻子而已 我記得有個留言說 如果你簽單 那張批准值多少錢 你陪人睡一晚 不如你直接下海做 說就容易 你真的下海做 我知道 大家看我們另外一集說 召忌 你就知道收入是很可觀的 但是 可能在這裏的角度 他不是每個客人都需要的 不是每個客人都有這種服務 可能有些純粹叫你陪他吃飯 直接下海是兩件事 是 我明白 但是 即使你說 你也能躺下去 那你就下海做 但是我自己有想過 我有時覺得 不同的 真的不同的 我以前可能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小時候二十多歲 覺得你這樣 為什麼你不直接 其實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意思 我現在大了 我會想 我覺得這些說話 原來都很明顯 很涼薄 你針不刺到肉 你就不知痛 這個我們中文有句叫做 暫著說話就不腰痛 你未被老闆 插到你不似人形 我覺得真是啞口色黃年 有些事情有苦自己 其實是一個值得去大家談 反思 或者去體諒 有些願意那麼勇敢去分享故事的人 其實背後一定有他們的原因 千千萬萬的原因 無論最後打上來的 是因為一個大論上好 背叛了另一本也好 我可能從以前很激動 到現在我不是不激動 我會發現是 你這個決定 或者你這個行為 你這個做法 其實都是在你的人生裡面 你寫下了 寫下了在你的人生裡面 你往後的日子 到其實有一段時間 你要回望的時候 我希望你 不要有很多 令你自己很後悔 很心痛 很擔心的事情出現 我們這些 這些簡直不是過路人 我們這些簡直是 平水相逢都清不上的人 我們說什麼難聽這句話 其實我不是一個沒有責任的人 我也有厚德 我有時 吻枕生氣 或者是 我有些激動的反應 是 我不是去責怪你 我都希望有一天 你再回望 或者有一天你看 你會有一個新的能化 說些開心的事 我們其實在這個頻道 我們也做了二百多集的封印 大家都聽過仍然識識的故事 我們其實都在用不同的方法 希望大家都會看得開心 不只是在這裡吃花生 我們試試找個個案分享 再找一些嘉賓上來 大家一起去探討一下 聽一下意見 甚至帶大家出去吃東西 試過 除了我們兩個都有其他的享受 找一些優惠給大家 甚至有找一些優惠 我其實真的覺得找優惠 是真的由那個露營車開始 封印你的心 對 我覺得是 有露營車開始 也要找一些露營車 但我很抱怨 找不到露營車 我覺得一個頻道挺有趣的 我們純一個愛情兩性 的一個頻道 podcast的形式 沒有想過 原來我們都會有其他的一些衍生 對 慢慢成長 對 其實有開著.com 我們有會員專屬區 在籌備 可能有些優惠 大家可以在頻道上看到 遲下我們其實都在籌備一個 另類一點的說故事的東西 給大家聽 即是不同的形式 是的 期待 甚至都歡迎大家 除了對個個個案 或者故事有留言 都對我們可能 那個拍攝模式的轉變 或者一些的效果 都給我們一些留言 不在這裡留言 直接WhatsApp我們都可以 是的 提出你的意見 我覺得大家的意見 對我們是真的很寶貴 我覺得特別明知阿米 阿米是真的很幫忙 在這個項目裏面 大家觀眾看到在鏡頭前 他很努力 也很努力 也給了很多個人意見 其實在鏡頭後 他也是很努力地為了這個項目 這些是他自己的私人時間 我是在這裡借助大家 這裡觀眾是沒有掌聲 不過借助大家留言的掌聲 多謝阿米 有時候可能我說得太多 或者很激動 很有情緒 我有時候在鏡頭前 我都還 是的 他在鏡頭前 還在說 我都去了下個案 是的 我還在哭 或者很激動 還在分享 如果覺得這段影片裡面 我們兩個中間的小插曲 那個演繹 警診形式的實況片 大家給我們一個讚好 如果覺得挺好看 這段影片挺生榮 分享給其他人去看 繼續支持我們港男、港女 喜歡就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有新片他就會告訴你 你直接按進去就已經看到 是的 剛才說 如果我們開了會員頻道 記得去支持我們這個會員頻道 同樣 我們的大部分 九成九九九的資訊來源 其實是來自大家的WhatsApp 所以大家有什麼感情煩惱 兩性衝突的故事分享 心事要說 WhatsApp給我們 好嗎? 下集再見 拜拜